我們今次會講到如何帶領祷告和敬拜 讓我們去操練 而我們時時都記得神的大一 神的大愛 在我們領敬拜時時都帶出神的恩典出來 我們這裏就是簡單地用不同的經文 講出神的大愛 我們就去歡喜、欣賞 然後在大領敬拜時都能夠講出來 我們一起讀 第一就是尋找、赦罪、拯救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節》 耶穌尼是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是我們感激神去尋找我們 這是一個主題 耶穌尼請救我們 我們多謝天父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上天堂 這也可以成為一個主題 在領祷告或領敬拜的神 下一個是聖靈耐性的感動 《路加福音十六章八節》 聖靈來到時就叫我們為罪、為疑、為審判、責備自己 我們都可以說感謝神 因為聖靈會跟我們說話 指出我們的罪讓我們悔改 當我們真心悔改的時候 神的聲音是越來越多 我自己發覺真的很多 現在是 在祈禱很多時候都會收到一些 神給我們教導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都會放紙、放筆在旁邊 或者有不同的意念 神會一直在祈禱的時候會彈出來 神聖靈會感動我們 又會帶領我們 然後就是 神有感情 西方的書三十十七節 祂因我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們 且因我們喜樂而歡呼 神是很愛我們 祂有感情的 所以我們在聖靈會時可以說到 神現在見到我們是很歡喜 好像爸爸媽媽見到子女那樣 這麼開心的 而祂經常想念我們的 神永遠想念 以錯的書四十六九十五節 婦人姻良忘記 他喬眼英雄 練習祂所生的兒子 即使有忘記 祂都不會忘記我們 神是整天都掛著我們 那你在領境板時 神現在掛著我們 掛著我們的需要 掛念我們的狀況 神是定義祝福我們 祂的心裏 然後耶穌和聖靈代討 在羅馬書八章三十四節 和八章六十七節 都說到耶穌和聖靈都為我們祷告 這領境板時可以說 耶穌現在為我們祈禱 耶穌看到我們一路成長 神很歡喜 其實我們會成長 神為我們祈禱 神一路祝福我們 保守我們 然後聖靈會亂冒我們 馬國書四章五節 聖靈戀愛我們以至於嫉妒 即是說當我們愛世界的時候 神就會嫉妒 聖靈戀愛我們 很想和我們一起 很想和我們親密關係 我希望大家聽到經文 心裏有些回應 神會戀愛我們 會去到這個位置 神會這麼喜歡我們 因為神就是愛 祂不能不愛 因為祂看到我們 祂永遠都看到我們 祂永遠是愛我們 祂時時 祂一想起我們 就是愛我們 我們就說 神啊 為何祂會這麼愛我們 心就有信心 有什麼事情發生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沒有人能夠難阻神的工作 耶穌很親切 馬太9章22節 耶穌跟那個女人摸她 就說 女兒放心 你的信夠要來 神都跟我們說 女兒啊 兒子啊 放心 我們在靈敬時 神就跟我們說 祂稱呼我們做兒子啊 女兒啊 放心啊 不用擔心的 有我在這裡 有我保住你們 我會看著你們的 你什麼事都放心 輕鬆來到我面前 這個放心 所以這個都是 支持輕鬆得勝的其中一個經文 輕鬆 另外就是馬太11章28到30節 說到 老虎丹重丹 可以來到他那裡 叫我們得到安息 神叫我們輕散安息 還有神謙卑的服侍 詩篇118章9篇第5節 神在我們前後環圈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時時陪伴我們 靈敬的時候說 神現在就在你前後圍著你 有很多人去很多特會 就很想很想 那個報道家為我們按手歧督 其實耶穌不定為我們按手歧督 你就是心裡面有信心 神呀我學上來 我知道你在服侍我 我打開我的心門 我就能得到祝福的 就是時時相信 根本的祝福就等著我們 我們不要給一些指責啊 控訴啊 批判啊 控制我們的心 我們有什麼罪 立刻悔改求耶穌赦免 立刻就放下那些罪 耶穌赦免 就是我一求耶穌赦免 耶穌一定赦免的 我一親近神 神就起熱 那你就會很輕散的 但經常都說 我做得不夠好 不知道神有沒有拒絕我呢 不知道神是不是原諒我呢 你這樣想的時候 就會有淡子 聖經是沒有加上這些的 譚子 神就說你悔改 神一定赦免的 所以 神經常說 神在祝福我 陪著我們一起 在祝福我們 幫助我們 有心靈身體的醫治 以賽書內一章一到三節那裡說到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赤華觀越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讚美醫代替休傷之靈 和喜樂由代替悲哀 發揚神屬性的生活方式 一起讀一下 從聖經常思想神的聖情和恩典 常常親人神 常經歷神 有任何經歷都思想神的聖情和恩典 常活出神的聖情 常分享神的聖情和恩典 即是常活在神的聖情和恩典 聖情和恩典 大家記住這兩個名詞一起說一下 神的聖情 神的恩典 神的聖情就是祂的本質 祂的本性 然後祂的恩典就是祂為我們所做 即祂的本性是什麽 又祂為我們做什麽 譬如神是喜樂的 這是祂的本性 神會令我們喜樂 就是祂的恩典 神本質是愛的 然後祂又令我們 祂又愛我們 祂又令到我們死亡愛人 又叫我們經歷到愛 這就是祂將祂的恩典傳遞 神是興省的 祂本身就是興省的 然後祂又叫我們興省 那這就是恩典 祂本身是興省的 那這就是祂的本性 我不如找一些例子 大家想想想 讓大家深深明白這件事 例如神在生命有計劃 神的本質是什麽 本質 祂是有計劃的 祂的本質是祝福的 祂的計劃是祝福的 祂有計劃的 祂不是亂龍的 祂是有計劃的 現在祂的計劃是最完美的 這是祂的本質 而祂為人做什麽呢 就是我們生命有奇妙的計劃 這個計劃是最完美的 而只要我們走在神的路 就會最完美的成就 就是祂的本性 例如 大家會認識一些人很亂的 我以前認識一個人 他告訴我 他說我每日找東西是我的規律 他每日找東西 找鑰匙 找錢包 那些書放在哪裏 是每日他的規律 我有時覺得很奇怪 為什麽會每日都是這樣 你經過很多人 你都知道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擺在另一個位置 但祂總是沒有處理到這件事 如果神是這樣怎麼辦 如果神是這樣 我們就好不行 但是神的計劃 是永遠最合時間的 事情都適合好時間的 最適合的人和你傳呼吸 這是神的計劃 他本身是很有計劃性的 他不是亂龍的 然後祂在我們身邊 有做奇妙計劃 每一個經文 我們都可以看到神的本性 和祂為我們所做的 那這種查經方式有什麽好處呢 就是幫助神的喜歡神 我們今天都是 用這些主題幫助大家 在我們敬拜的時候 都能夠宣告神的恩典 我們再想一件 譬如 神醫治 他的本質是什麽呢 神醫治 他的本質是什麽呢 他的本質呢 醫治人就是他的恩典 他做了人真相 那他的本質是什麽的 是的 憐憫 有憐 還有呢 他本身是健康的 如果神是不健康的 神在天上咳呼呼х 咳呼呼 也都很咳嗽的 也都是睡眠的 zaroh 現在我們知道 那些的神是不EN燈 fasting 我們就接受這樣 但是如果神真的會睡覺 我們都沒有辦法 神說我都要睡覺的 譬如神是說 我都要睡覺的 所以在我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我幫不蠢 我睡醒教我,我帮你,如果是神,我们也没有负 我们感谢神,祂是健康的,祂有种祝福的心态 祂的恩典是什么呢,祂去到那里就有医治了 神祝我人就有医治了,祂能够医治人,祂有心想医治人 每一样想到祂的本质,想到神的本质,然后想祂的作为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欣赏了,想到神 神的本质,那种美善,是漂亮得不得了的 神的本质,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没有亲眼见到神 但现在我们到天堂的时候见到神,就发现神的本质充满爱 开心,轻松,里面总是一种祝福的圣情 有计划,还有能力,完美的能力,完美的智慧 和配颜色,神的颜色和衣服不同 大家有没有看着着的项色,而且是花的它的颜色 你可以看到这些颜色和我們 sean的颜色 神的颜色颜色但永远 putting under the 你在youtube找beautiful birds 有些真是美得很難想像 那隻小鳥會這麼美 這就是神的大恩 神的本質是充滿美感的 這樣的時候 他又在人身上做事 我們再說一次 神本質是愛 那他在我們身上做什麼? 他愛我們 而且他會傳遞愛兩種東西 他可以把你愛傳遞給你 讓你有愛的恩高祝福人 是不是? 例如神的我們興省 神的本質是怎樣? 他自己是興省的 其實神要做的事多不多? 多 每一個人他都做很多事 每一個人他每天都幫助我們很多 每一個人都要幫助 還要想得很完美 現在每一個人都不聽話 都有不聽話的地方 他就計劃了 所以神的計劃真的完美到 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像每天都可以想想 神的美事 當你看到柔和的美事的時候 你真是很有智慧 你真是很有智慧 有很多人對於智慧 沒什麼大興趣 不過我們每天都在享受 智慧的好處 譬如你身體裏面 很多的化合物 都是智慧 屬於神的智慧 那些荷爾蒙 我們身體的消化液 裡面每一樣東西的平衡 血裡面的每一個成分 那些淋巴腺 每一樣東西其實是奇妙到不得了 我們想到神的科技很厲害 他也很文科 他也很理科 哈哈哈哈 他也很文科 他設計的東西是完美的科技 當人在完美的狀況 阿當夏娃出生的時候 神做他的時候是完全完美的 但是犯罪之後人就會衰老 但是依然在現在的時代 我們看到人依然 他嬰兒子出生的時候 是真的完美的 身體裡面各有的構造 是非常好的配搭 就是因為神 有一個完美的設計的能力 他本身有這種高度的智慧 我們想到神的本質 然後他又如何祝福人 如何祝福人呢 神的智慧設計 就是他在我們生命中 在我們的身體和生命中 都有奇緣和計劃 神充滿美感 然後他就做了這個世界很美的 讓我們享受 其實這個世界現在沒有那麼美 因為人類犯罪之後 所以變成這樣 但是依然 當你看到很多漂亮的生物的時候 你只能看到 雖然在這個不好的情況 依然是有很多漂亮的東西 傳統在這裡 到有一天我們去天堂的時候 因為聖明有說到 這些受造之物都等候 跟我們一起分享 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那時候你又看到那些動物 我是會很欣賞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例如在非洲帶回來的那些動物 這裏有些是未有的 我一會兒可以給一些 非洲帶回來的 我自己在家裡 我看到 我覺得很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是神所創造的 這也是一種享受 以前我有一個很長的鹹水魚缸 這麼長 這麼高的鹹水魚缸 我是很喜歡的 有時我就坐在那裡欣賞 以前了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時間做 我看到神所創造的都是很美麗 很舒服的 你看這些魚是不是 那神的本性是很舒服的 譬如有些人你和他在一起 是不是有些不舒服的感覺 有些人是不太舒服的 令人不舒服的 但是神的本質是舒服的 又是令人舒服的 他又令人變為一個舒服的人 變為一個令人覺得他舒服的人 總之你想每一件事 神都是本身有這個本質 大家分不分辨到 譬如你形容一下神的本質 還有些什麼大家想到的本質 你看經文的時候 譬如看到有經文去找 我舉一些例子 大家一起想一想 譬如說 耶穌跟彼得說 當彼得正要否認 耶穌三次的時候 耶穌就說 我應為你祈求 叫你不置於失去信心 當你回頭之後 你就堅固你的弟兄 在這裡看到神的 耶穌的本質有什麼本質呢 他有什麼質素 一份憐憫 憐憐 還有的 一邊嘗試說 要輸 寬大的心很廣闊 還有呢 恩慈 恩慈 OK 愛 愛 愛 是 他是接納彼得 他有這些質素 然後他走出來在彼得身上 他有這個代討的心 他就為他祈禱 他知道 是預知 他預知到會跌倒 但他的預知之後 他的行動 他不負面 神不負面 人有时候说不懂得分负面和正面 你看圣经就看到正面了 耶稣就会说 我已为你祈祷 叫你不止失了信心 如果负面的人会怎么说呢 你真是没用 搞错 你跟了我这么久 你都否认我的 这个就是负面了 但人有时候不懂得分辨 负面还是正面的 我们经常想 令到那人更加有力量 鼓励他 激励他 这个就是正面的 就是我们想到神这些质素 然后他有什么行动 而当时耶稣的行动 就是他为祈祷 耶稣接纳他 遥恕他 并有一个计划将来会兴起他 这一个经文你可以找到 他不同的本质 他的圣情 他的属性 以及他的恩典 这个发扬神属性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时时 当你看惯了神的属性 就是我看到什么 我也想到神的属性 例如我看到衣服的颜色 我又看到神创造颜色 是非常美好的 当然人的衣服 都不及野地的白花 那种漂亮 但仍然人都可以做到这么多漂亮的东西 都是神将这种美感放在我里面 神本身 又将这种智慧放在人的里面 所以人能有智慧 设计了这么多的pattern 但很多时候人的pattern 是模仿世界里面的那些花 那些蝴蝶 那些不同的pattern 那些不同的pattern 那这个都是 我看到衣服 我又看到这个东西 我看到人的聪明智慧 我就想到神的聪明智慧给我们 我看到人 他会想找神的心 我又看到神跟我们有关系 我什么都想到他的本性 又想到他的作品 于是我就会很喜欢他的本性 有些人只喜欢他的恩典 只喜欢恩典 耶稣爱我 那便好了 耶稣关心我 耶稣赦免我 这些是好的 但他只是停留在他得到什么 恩典是我们得到什么 那你停留在那里不是错 不过圣经是有讲他的属性 所以我们就不要停留在我得到什么 而是知道神那么好 于是我就想神自己 我们就是想他的恩典 大家都听过一首诗歌 我不要记得歌词 前我追求什么恩典 现在我追求主 爱望的主 大约是这样的 一首诗歌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有时候人就想得到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追求主自己 因为我知道原来主如此美好的 那我希望大家在灵敬拜祖告的时候 会讲出神的美善 不只是讲出我们怎样亲近神 不只是讲到神怎样对我们 而是本身神的本质 大家分不分辨 神的本质 这个东西需要你用时间 其实很多东西都需要时间 我希望大家有心用时间 今天我们讲了这个令祈祷方式 我上一次操练的时候 我就发觉有些人 就会操练的时候 又做回他平时的代祖方式 我叫他领敬拜 他是做了代祖 我想大家在这里 专告神的恩典 神的圣情 又带领人去亲近神 什么时候一开心祈祷 神啊你真美善 感谢天父 神啊我们喜悦你 因为你是充满美善 你充满慈爱 充满恩典 你里面有无限的恩典 就是讲出神的美善 让人去羡慕神的美善 好了 第一 我们看到 从圣经思想 神的圣情和恩典 在圣经思想 又 在平日 亲爱神的时候 你时时经历神 即是说 当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 亲近神的时候 经历神的圣情 有任何经历 都会想到 是有神的圣情 和恩典 当我们经历到喜乐 即是神是喜乐的神 经历到爱 即是神是爱的神 那我们就 由我们的经历 知道神是怎样的 然后活出神的圣情 就是 好像神那样 是充满爱的 柔和的 谦卑的 然后呢 就是时时分享神的圣情 和恩典 时时能够讲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 发扬神属性的生活方式 而发扬神属性的 领敬拜方式 我们一起读 读一行一行地读 读了两个先 然后停一停 一起读 从圣经上 思想神的圣情 为恩典 自己在敬拜事 常看到神的美事 即是说 从圣经思想神的圣情 然后呢 就在敬拜的时候 就整天看到神多好多好 接着是第二行 再是带领敬拜事 引领人感激神的美善 带领人享受神的美善 就是呢 带领人很感激 神啊你真是美好了 你有这么完美的计划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你是最完美的设计者 你的设计是最美好的 我们能够在你的计划里面 真美好了 那这个就是 感激神的美善 又带领人享受了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好 那么多工作 由我们信主到现在 有那么多工作 我们感激神 我们就享受神 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好 那么多工作 接着第三行 带领人被神的美善更生 带领人进入神强烈同在 就是带领人被神的美善更生 从今以后我们就轻散了 我们就起落了 再好烦恼了 然后呢 就带领人进入神强烈的同在 更加爱神 神的同在就更加强烈了 那么呢 就这里是 我上次有讲过的 但是我今次会有添加一些方法 就是分析的 那首先就是有些什么主题 一起读一读 神的爱 神在者女 神起源我们敬拜 神看众我们 神看顾我们 神有其要计划 神今生我们 神兴起我们 神福兴我们 神是大的 这是不同的主题 我们使用临当堵拜 或者祈� want 祈祈可能 在其中asma 所唯有し 这些主题 Islam 都是操练的 我想大家可以可以拍摄 但是我彈了 我就回去練習 另外有些人改變我的彈琴方式 是我上了一兩堂 因為那些人是很聰明的 他們不會有時間繼續教我 我上課堂的時候 我說可不可以洩露 我洩露了 跟著重看重看 不斷練習 直到我練習到教的方式 後來聖靈教我更加進步 這就是用時間 所以我希望有人會用時間去彈琴 去領敬拜 講聖經 領祈禱 領敬拜 我希望大家學到 能夠在你領敬拜時看到神的美事 待會我們會操練 這個每一個主題我們都可以進入 這是我們上次有講過的 神愛我們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看 我們一起讀一讀 神愛我們有包括什麼呢 神看重我們 神思念我們 神定義祝福我們 我們是神眼中的同仁 神見到我們就歡喜 神喜歡見到我們敬拜 神再擁抱我們 我們演藥時 神仰愛我們 神等了我們狠狗 這要用不同的意念 你想不到那麼多是不要緊的 主要我給你多些例子 你講到神的愛 不要只說神愛我 我又愛你 那就是神愛我 那就是你重複的說話 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說 神陪著我就是因為你愛我 你很喜歡跟我一起 你經常掛念我 因為你很疼我 你在我心裡有奇妙的說話 因為你疼我 因為你體重我 你很想興起我 因為你疼我 即是每一樣東西 在愛裡面 其實可以 你思想得多 你就能夠隨時都能夠出現 然後我用三個層面去想 等待 我擔心自己太多了 我就把它選擇了 選擇了三個顏色 這三個顏色和我上次說 之前有說 《Mark的聖經》是有些不同的 那這三個顏色 藍色就代表神的本性 紅色就是祂恩典 為我們所做 綠色就是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那這三個顏色就是 你可以用來 帶領敬拜用的 或者吐告用的 那神是愛呢 我們一起讀藍色的文文 神是愛 不能不愛 神本性是想祝福人 即是這裡講到神的本質 祂就是愛 祂不能不愛的 即是有些人 是不能不罵人的 祂的本質就是怒吵煩惱 但是神的本質就是愛的 總之祂在哪裏 祂就是自然 就是愛 祂不能不愛的 祂的本質就是想祝福人的 祂見到人就想祝福他 有這種本性 第二項 神尚思念我們 神激看重我們 神喜歡見到我們 就是祂經常掛念我們 經常看重我們 又歡喜見到我們 至於怎樣說法呢 其實這些是你操練 即是 如果我說什麼 你靠死記也不可以 你靠死記 到時經常死了 下一句是甚麼 下一句是甚麼 那你就會很難的 但是呢 當你時時思念神的愛 你就會隨口可以說得出很多 大家想不想到其他 可以大聲說出來 想到神的愛的地方 大聲說出來 有些甚麼地方 我們可以說出神的對愛 有時可以是重複 或者是字眼上 稍微不同都可以 有時不一定要很新的意念 類似的意念都可以 類似的意念 可以用普通的說話說出來 神寬恕 是的 神寬恕 可以想著愛 神因為愛愛靈 所以祂射了一切的罪 祂不計較我們過往的罪過 那這個呢 就會去了愛和饒恕 那你就連續在這個愛和射免 這裏的主題 就會偏去了 即是去了一邊 即是愛的一邊 一方面就是饒恕 大家有沒有想到其他方面 神醫治 是的 神醫治呢 你又要能為愛 因為本身醫治是另一個主題 但你講到醫治也可以說 神就愛我們 所以很想醫治我們 祂的心很想醫治我們 很想釋放我們 脫離所有困鎖 當我們全心親近神 神就越來越醫治我們了 我想大家想多一些 直接和愛有關係 即是你想想一個人 愛一個人會有甚麼呢 不困一切 是的 祂不困一切 甚至不困一切 甚至怎樣 甚至怎樣 將祂獨生子給我們 這個不困一切 神關心我們 關心我們衣食住行 關心我們面對的困難 關心我們的軟弱 我們正在犯罪 我們不聽祂說 這些一切都關心 也關心我們如何提升我們的生命 OK 還有些甚麼呢 其實我現在在做甚麼呢 去激勵大家去想一想 當你動一動腦 你就會想到多些 你有空就去想多些 神光照 是的 其實光照是一個主題領的 你說到愛 但你可以這樣說 神因為愛而光照我們 讓我們能夠領受到祂的信息 領受到祂的心態 這樣你就會想祂離 但如果說到直接的愛 我們就可以用人去想 經常掛著我們 一想就能夠想到我們 經常看著我們 又陪著我們 又很歡喜見到我們 祂和我們一起的時候 祂又很滿足 你看到我們敬拜的時候 神也是歡喜的回應 天上歡喜的回應 神是體重我們的 很想提升我們的 就是 總之你去思想 將經文去思想 去分析 這個經文裡面有些甚麼 神的本質呢 而你能夠熟習去說的時候 你就隨時能夠說出來 OK 好了 下面這裡也可以引領人回應 一起讀 我深信神愛我 我感激神的話 我被神的愛激勵 這三個就是回應了 我很信 神那麼愛我們 我們就深深地相信 神真的在愛我們的 我們很折立神的話 我們又感激祂的愛 我們享受祂的愛 我又被祂愛激勵 其實可以更多 不過我只是列三個例子 給大家思想 就是三個層面 一個是本性 跟著祂的恩典 跟著人的回應 這些也可以應用在查經 和講信息 其實這是同一個原理 在經文裡面發掘出神的本性 在經文裡面發掘出神對我恩典 又發掘出我們可以這樣回應神 有時候它未必直接說出來 但你去思考的時候可以找到的 神在這裏 我上次已經看過 就講出不同的神同在的意義 然後跟著我下面有一個簡單的模式 一起讀一下 神在這裏喜歡我們敬拜 神在這裏陪伴我們 神在這裏祝福我們 我們享受神的同在 有神同在就不孤單 神同在叫我們喜樂 神不撇下我們 神同在就更生我們 神同在就像天堂 全部都跟同在或者在者都有關係 神在這裏很歡喜我們敬拜祂 神在這裏陪伴我們 神在這裏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 祂不是在這裏睡覺 祝福我們 神又享受我們跟祂一起 我們享受神的同在 有神在一起就不孤單 有些人很怕孤單 經常都覺得自己很孤單 但有神在一起 我們就不再孤單了 神同在又會開心 又會有平安 神永遠都不會丟下我們 你不會有時候是沒有神的 你去到哪裏 神都會和你一起 神同在 我們的生命就更生了 神同在就好像天堂 這就是希望大家 用下我們的思想更加發揮 其實基督徒的發揮 不只是靈的 需要思想的 我有時會這樣說 聖靈充滿要入老 什麼意思呢 有些人聖靈充滿要經歷 只是要經歷 感謝神 你都很享受很享受 沒有入老 什麼入老給你思 啊 到底我經歷了些什麼呢 有些什麼意義呢 聖經有什麼地方支持呢 對我有什麼幫助呢 我怎樣形容呢 就是將這個經歷 經過思考之後 加上聖經一起思考呢 就明白 聖靈充滿多好 為什麼我會這麼大的回應呢 就是因為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就在想 其實我很多事情在想 我第一天 這個報道交替我按收祈禱 真是很強的電流 很大的愛 我期望翌日又是這樣 我又去 誰知道不是 翌日是沒有那麼強的 然後每一天都不是那麼強 不過 我發現 當我繼續保持的時候 我是持續保持到整個同在 我就在想 為什麼第一天是最強的呢 有些人都是這樣 我想這個人的解釋一下 可能好像一杯水 最初是很低的 那一聲就侵滿了很多 那一刻就很強了 那第二天 你已經侵滿了 即是到那個程度了 你再侵滿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大的感覺了 但依然我發覺 是真的可以保持的 就是神的同在 經歷的感受 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結論了 你當時的感受不是最重要 是你持續保持神的同在 然後你用出來幫到人 那譬如為人祈禱 也有不同的感受 有些人呢 就怎樣呢 嘩哭了 釋放了 笑了 很輕鬆 有些人沒有什麼大經歷 那這個 到底是真的 那些沒什麼大經歷的人 真的沒有經歷 還是他感覺不到呢 那我就發現 有些人呢 他本身說 我感覺不到 怎麼知道 他為人祈禱 那些人又會有經歷 就是我見過這樣的人 他本身永遠是感受不到的 但他為人祈禱又有能力 所以我就發現 感受未必等於你經歷的程度 但同一個人呢 當你感受強烈的時候 的而且確呢 是那天經歷是強一點的 是勝利充滿強一點的 可以有時候是這樣的 同一人 但在不同的人呢 是未必的 即是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的 特別難經歷的 即是有些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是 沒有那麼容易經歷 你不要介意 你終於愛神 神就不歡喜 即是這些就是 我經歷的時候 我去思考 然後我就說 這跟大使命有什麼關係呢 接著我用的時候 發覺很有用 即是說 我們學什麼 我們在聖經看到什麼 我們不要只是經過那個魂 我們經過我們的思想 意志感情 為什麼思想意志感情 以前我講的這個魂 和靈 怎麼經過呢 所以思想想通了這些事情 神有多好 又有意志 既然神那麼好 我就跟了耶穌了 有些人去不到這個位 他始終覺得 我要跟世界 我跟神 星期日我跟神 平日我跟自己 他始終未去到 因為他未覺得神那麼好 即是他的思想處理都未夠 那我現在來說 我覺得神是最好的 所以我完全跟了神 聽了神的話 我深信是最好的 是對我生命最好的 也能夠最大的發揮 那我的思想都處理了 所以我一聽到神的話 我全部都歡喜 我完全接立 我希望大家能夠 一接立就不同了 為什麼呢 有很多人就卡住在這位 什麼位呢 奉獻不肯 因為那個人是損神 事奉不肯 因為覺得要踏出 全部人不肯 因為要被拒絕 就是那個思想想不通 但當我想通 其實有什麼所謂 被拒絕又怎樣 就算我奉獻 我始終不見了 但是如果神是真的 神是永遠紀念 是最好的 所以思想處理了 我跟從神是最好的 由我的意志 給神 我的心願給神 變成我想去高層次 然後那個感情 就是 時時都說 神真好 於是就喜歡神 即是真是從心底 我發覺這件事 是會依照我們的感情的 很多人消失了感情 為什麼消失了感情呢 不懂得笑 沒有什麼感覺 可以從哪裡開始呢 就由神那裡開始依照 神帶給我們平安 謝謝耶穌 不用說 哇他這麼大喜樂 我只能平安 不用這麼想 哇 這麼平安真是好 天皇還會更平安 我就享受這個平安 就是因為神是平安的 這樣呢 就喜歡神的平安 享受感性上 就開始懂得喜歡東西 人的感情就恢復了 有些人不懂得笑 因為他已經封閉了 但是當你能夠 逐步給神去醫治 很喜歡神的東西 慢慢你的人就會鬆開 鬆開 鬆開 我自己是一個人版 因為我小時候沒有笑什麼 為什麼沒有笑什麼 因為我家裡有罵 打 吵 吵 不是笑的 但是我可以說耶穌之後 起初我都不是怎麼笑的 但是經歷聖年之後 就輕省的笑 這就是神的一步步的醫治 就是說我們跟神的關係 和敬拜什麼都一樣 都會包括思想 我想通神的東西 我意志 決意跟從神 然後我的感情 是時時都喜歡神的 歡喜神的 享受神的 於是呢 我們一起享受神就是這樣 當我們感受到平安 就是神好像棉花枕頭 在你背後 你就靠著這個棉花枕頭 在那裡享受神跟你一起 當你享受慣 你的心就越來越鬆 越來越沒有重膽 我們才能帶人享受 才能帶人享受 如果那人不懂得享受 他怎麼會這樣說呢 他講不出來 這就是 所以很希望大家 學到這一種的 這種的 發揚神 屬性的和神的關係 應用在敬拜 應用在討告 應用在查經 你想像一下 這個女人 耶穌說 女兒放心 你的心就越來越 你回家 你會想這句話 想女兒想多久呢 可能他講給他的孫兒聽 他講給他所有家人聽 耶穌跟我說 耶穌說 女兒 也可能他沒有 看這個人的反應 因為聖經沒有記載他怎麼反應 我們不知道 有些人是這樣的 經歷聖年很大很大作為 過了過多久都忘記了 但有些人會真的 記住在心裏 我希望大家 記住在心裏 神真的好 如何經歷神的愛 神的祝福 神的喜樂 神的醫治 神如何改變我 很多時候 人們會記住改變的 我們記住 曾經有的改變 我以後都可以繼續改變 曾經有的人 我就可以更多 那這個思想就 心意更新而變化 給神去更新改變 那你整個與神的關係就不同了 剛剛他講的說話 是完全沒有預備 是聖靈的感動 我希望大家 你應受到這件事 你無論查經也好 看到什麼經文 當你看到大衛會說 大衛會說 是我的目擠 我必不自缺乏 那種平安舒服 真的很靚很靚 神就是你 將這種平安寺給人 大衛可以這麼享受你 有一件事我曾求告的 他又說 我現在應受囚固 就是住在他的聖地中 就是 大衛就是有這種 和神的關係 所以他寫的詩篇 能夠表達出這種事情 但是 這樣的時候 他的信息 他的傳遞 就是帶人去神 但有些人在神裡面 很久很久 他只是帶人去界明 以及你沒有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只是批評指控 他只是在律法裡面 他沒有看到神的美善 我希望大家 看到神的美善 日日思想 看《聖經文》 你就日日思想 這樣 隨時看到神的聲情 隨時看到神的美善 看到神的恩典 接著我們就思想 意志感情的回應神 以及整個靈 整個靈的回應神 你就跟神有一個很高度的 密切的關係 希望大家會記得 適合我所說的應用 在《聖經文》裡面 神在這裏 三個層次 第一就是神的本性 一起讀 神無所不在 神關注所有人 這裏有兩種質素 一個就是 神在這裏就是神 無所不在 四位都是 但他的同在意思 他是關注人 他有關注的本質 他的本質 有種愛在這裏 接著 神的恩典一起讀 他常陪伴我們 神陪伴為祢祝福 神同在 叫我們喜樂 神就是 時時陪著我們 這就是個恩典 然後他陪伴我們 是否只站在你旁邊 是為祝福我們 又叫我們喜樂 開心 接著是第三課 我相信神像者祝福我 我僅靠著神 我享受神的陪伴 這三個回應 就是我相信神在祝福我 我又靠著耶穌 我又享受祂的陪伴 我給大家思考 大家思考得不夠完美 不要緊 你開始動就好些了 其實我們太多人 腦不慣動 腦不慣動 年紀大 越難動 越不想到東西 越難專注 越難表達 但這必定是你越年輕的時候 才能夠做到的 如果我這個年齡 我才經歷聖年充滿 我不會是現在的狀態 我感謝神 是在1998年的時候 我經歷那時候 比現在一段距離 十幾年 而這十幾年 神都一直幫助我 如何去更新 我很感謝神 神釋放我們重擔 神的本質一同 神是完全沒有重擔 神肯忙碌 但不被忙碌壓住 這個其實很特別 他沒有重擔 他很輕鬆 他很忙碌 但他不會被那些忙碌壓住 他不會被這些東西壓住 這個神的本性 然後他的恩典 他照顧我們的需要 神叫我們心靈興省 神釋放我們 神呢 他興省 他會否照顧我們 他會照顧我們 幫我們興省 然後神叫我們的靈興省 神又釋放我們 這些例子可以怎樣表達 然後我的回應 一起讀一下 我全心信教神 我不用擔心 我可以將天使輕鬆 就是我神是輕鬆的神 我就信教祂了 我什麼事都交在神的手中 我不用揹著淡子 我輕輕鬆都依靠祂 我不用擔心了 我以天使這麼輕鬆 就是我們盡量用一些 日常用的字眼 人一聽就比較不好 就是說 可以像雀仔一樣 我們一起化化液 在神以前輕鬆鬆 可能有些人說 神經病 但是我們在神裡面 不要緊的 在神裡面可以很自由輕鬆 因為用這個東西 人們會記得 有時候可能整篇道都不記得 就是記得牧師 所有人的手垮就很笨 好像是鑿井培 他記得這東西 他記得這東西已經足夠了 原來的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在神裡面真的飄滑 飄呀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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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飄到神懷中 飘啊飘,飘啊飘,我飘到神怀中 以前我都唱过这首歌,不过我还没笑的配词 就是神,集一声一秒钟,立刻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随时在神里面很轻散 就能够用一些普通人都能够明白的说话 如果用太深的字眼就像神与我们一起 神能在,祝福我们,神陪陪我们,帮助我们 就是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听不到 神就是这些字眼,围着你,在挨着你,拍着你,和你按手祝福 神看着你,很喜欢和你一起 用一些普通的字眼,在敬拜都可以这样 多谢天父,耶稣就在这个地方 耶稣就看着我们,耶稣就站在你后面 一直在祝福你,那你就叫着耶稣 哦,即是有感情的回应 难不难? 你从最简单开始,你不用想到很完美 你想到小小,小小就可以了 好了,神是喜乐的神,我们三个层面去看了 神的本性,一起读 神本性就是喜乐轻松 神需要处理不好基督徒,祂仍是喜乐 什么意思呢? 第一,神的本性就是喜乐轻松的 祂常都是这样喜乐轻松的 神需要处理那些不好的基督徒,祂仍是喜乐 大家有没有需要处理那些不好的基督徒 令你很烦那些基督徒 神的本性,祂是有记性和祂纪念的 和祂欢喜一切的善人,良善的人 和祂所做的良善的事 第二学,恩典一起读 神喜乐,我们亲近和遵从祂 祂喜乐,神纪念我们亲近和遵从祂 神的赏赐,神喜欢,神有纪念 神又会赏赐,这是祂恩典 接着我们回应 我喜乐,亲近,遵从神 我欣赏美善的神 我可以像天使轻松 就是说 神喜乐,我们亲近祂,遵从祂 祂有纪念,祂有赏赐 于是我回应就是 我欢喜祂亲近神,我欢喜祂遵从神 不只是我遵从神 很多人,我们要分辨这件事 譬如有个人回家 我今天又要传福音了 我要关心身离的人 那么多身离的人 怎么关心那么多 一个说法 另一种说 哇,我要关心人 我要帮助人 我要令人更加开心 是否很不同的心态 但有些人 他们经常觉得 我又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而不是说 我很欢喜祂做什么 我欢喜祂亲近神 遵从神 我欣赏美善的神 神真的很美善 神的美善 祂纪念我们 我欣赏祂 我可以 对不起,这里我写下了 这里没有改变 这两个是错了 我喜悦亲近遵从神 我愿意 付出努力去侍奉神 我愿意被神复兴 去侍奉神 这就是 当我们说到主题 例如复兴的主题 的时候 你也会说到 神是很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愿意今天真的 答出来 神是我们愿意 主要我们每一次 都会关心人 我们去帮助人 我们看出人 我们全人欢迎 神是很欢喜的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争取这些 服侍的机会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整个生命就被提升了 真的 整个生命 是会一步一步提升 那我们今次 又是去操练 我们现在一起操练一下 集体操练一下 坐前一下 我们集体操练 我们有些 敬拜常用的 常用的主题 我们找一些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常用的主题 有些刚刚说过的 但是呢 我们就重温 因为你不能看着 所以你要憑记忆 好了 比如说到神的同在 你可以怎样说呢 不如一人说一句 神的同在 和你分别 其实说到神的本质 这个是要思想 一定要思想的 神恩典也容易说些的 神的同在 的本质是什么呢 他是无所不在 他同在 是有一种关注人的心 他同在 并不是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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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在 他在里 祝福人的 这个是他的本质 这个是难得想到的 但恩典也容易想到些 神来到就祝福我们 神来到叫我们开心的 神加力量给我们 神陪着我们 神陪着我们 神顾念我们 这些都是说到神同在 那方面的 OK 大家试一下 一人用一句 去宣扬神的恩典 然后一句 就回应神来 回应神 神啊 我喜欢和你一起 我享受和你一起 我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 大家能不能说到 即是说你未必 OK 那个神的本质 是的确是困难的 有些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有些情况容易些 比如神善爱便容易些 神是圣洁的容易些 神无所不在 其实有时候你一句都可以 神无所不在 神就是这里的 好了 接着他的祝福是什么 神在这里就是祝福我们 那你定敬拜的时候 多谢天父 你就是和我们一起 加力喜悦我们的敬拜 你来加力喜悦我们 你陪伴我们 这就是他同在 带来的祝福 是吗 大家认不认识的意思 有没有问题 你想问什么 你意思是否说一句 神的本质 然后他本质带来的祝福 本质可能难点想 神的恩典 我操念可能难点 就是说恩典 然后我们的回应 恩典就是说 是说神同在的 跟神同在有关的 就是说神 就是说神同在这个恩典 是的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说 OK 主要为什么我会说 一个主题停留一段时间呢 如果你一说神同在 跟着又说神 射免我们 又救我们 又加力量给我们 那你就跳来跳去 那些人就 就是他拿不到这个重点 起码我们停留在一个重点 起码一会儿 他会记得你说什么 好了 就是停留在 比如说神同在这个主题 但是神同在带来很多东西 那你就在这个恩典那里 入我们的回应 你试试一人说一句 大家想到 神是事都跟我们一起 是 神是都跟我们一起 OK 好 神带来平安 是的 神的同在 如果你跟我们 神的同在呢 就带给我们平安 又可以用普通的说话来说 神跟我们一起就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轻松了 OK 神的同在呢 带给我们温暖 是的 神同在呢 真的好像 母鸡照顾小鸡很温暖 在母鸡的怀中 在母鸡的怀中 是很温暖的 神同在呢 神同在呢 我们很开心 是的 神同在呢 叫我们很开心的 整个人都松了 下来到这些 神在那里就放心 是的 神在那里放心 什么都不用担心 什么都交给神 神一定会照顾 是的 神同在一起呢 叫我满足 我心灵里面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 困难啊 枯干啊 但是神会叫我的灵满足 我的心里面呢 就好像 饱足 要骨髓肥油的圣经里面说 就是 我们来说 已经很喜欢这个肥油 就是 就是 真的饱足 能够在心灵里面饱足 还有没有其他 神同在医治 是的 神同在呢 哇 来到医治我们 我们就按住病转 深信神可以大能手 医治我们 深信神是关心我们的 想医治我们的 好了 回应了 我们的回应了 讲到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呢 你们想得很快 非常好 我们的回应呢 神啊 我们很想你大大充满我们 很想你大大的临在这个地方 这个渴慕 渴慕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带给我们好乐 喜乐 很想你跟你一齐 永远跟你一齐 是的 我很想 这个回应 很想永远跟你一齐 神同在 比一齐更加美丽 这个呢 都是人的回应 神的同在 比一齐更加美丽 我愿意用时间去亲近你 这个又是 神同在了 亲近 神的同在 比一齐都更加满足 是的 比一齐更加满足 我们 大家这样想惯了 所以一會兒就可以做得到 好了 神是愛 如果你想到本質也好 如果你想到本質 原來他的恩典 本質和恩典 神是愛的這方面 愛是本質 是的 我們在本質發揮的恩典是甚麼意思 即是你又可以說本質 又可以說他的恩典 在愛那方面 他本質就是前愛 是的 神你的本性就是前愛 你不能不愛我們 本質都是喜樂的 但我們現在是說愛 不是說喜樂 你領的時候 你停留在一個主題 你停留在愛 你就盡量停留在愛 但愛可以不同的方法說 神的愛我們不孤單 這是恩典的 神的愛令我們不孤單 神的愛令我們不孤單 我們要分析這是本質 其實有時管質是比較難去更大發揮 不過你可以形容 神的愛是沒有條件的 是不能不愛的 他不是計算你好不好 神的愛不是計算那人好不好 神的愛是沒有時間限制 這是管質 我用不同的方法形容 神的愛是不能隔絕的 神的愛是聖過死亡的 聖過一切負面的力量的 這些就是祂的本質 又是祂為我們所做 大家能否分辨到這個分別 譬如說鋼的本質是甚麼呢 鋼的本質 我們知道鋼是硬的 鋼也有些銀性 鋼是通常會發光的 即是有些反光的 即是我暫時想到幾樣 即是每一樣東西有它的本質 我們神的愛都有它的質素 我這才形容了神的愛 透過長的可以 沒有東西可以隔開的 即是它能夠越過死亡的界線 神的愛是 即是它的質素是能夠改變人的 當神的愛來到人的生命 它的質素是將人完全改變的 它有這種改變人的質素 這就是講它本身的質素 大家 是不止色的 就是不止色的 這就是質素 它本身的本質 神的愛是不止色的 不會停止的 是不變的 是不變的 對 也是本質 是靈敏的 是 它的愛是有靈敏的 好了 恩典 即是愛那方面是恩典 大家這樣去想是好 如果有天回去想 你就想想想 你就越來越容易 神愛我們 照顧我們一切所需要 對 照顧我們一切所需要 你可以講一下簡單一點 這就是主的恩典 每天都思考神的恩典 因為你真的比我們 是好多好多 就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這就是形容詞 神的愛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這個形容就出來了 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神的愛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希望大家試試每個人都去想想 那個不配 可能不是付出很多 但也有這麼大的愛給我們 是的 我們雖然不配 但神依然愛我們 祂沒有因為我們不配 而祂停止去愛我們 這就是恩典 其實愛是很廣闊的 因為聖經裡面很多主題 都與愛有關係 但你選擇 你不要什麼都說了 譬如神愛我們 所以拯救我們 神愛我們 所以赦免我們 神稱我們為兒女 神陪陪我們 都是與愛有關係的 譬如聖經會感動 我們也是與愛有關係的 但你這樣說的時候太多了 所以你最好停留在一些 某一個範疇 OK 回應吧 我們怎樣回應呢 為何我現在要做這個 才讓大家分組 等待你一會兒做的時候 你留意自己做什麼 那你一個人領的時候 你又不能夠 停一停 等我先想一想 等我先想一想 等我想一想一想 有時候有些 你想不到 你可以fill in一些說話 即是你 有時候重複回一些都可以 不過你不要經常重複 譬如說 神很愛我們 神真的很愛我們 神時時都愛我們 神很愛我們 神很愛我們 你重複回到重複的時候 人又會拿不到你的意思 但你說 神陪著我們 看著我們 很喜歡我們 很看重我們 神在愛我們 好像媽媽看著兒女 那樣看著我們 要有些人 能夠明白說話 人更加能夠吸收到 OK 好 力量 說一下 力量 神給我們力量 凡事都能做 是的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是甚麼 凡事都能做到 是的 這是屬於甚麼範疇呢 有神的力量 我們凡事都能做 即是神的力量 令我們做得到 有一半是恩典 有一半是我們做 我們凡事都能做 即是我們靠耶穌 有力量 凡事都能做 那就變成了 第三個範疇 即是我們回應的範疇 不過到時你領應 你不用這樣分清楚 只是想 你懂得想慣了 力量 神的本質是甚麼 有能力 是的 它就是有能力 現在它是怎樣 這個能力是怎樣 形容這個能力 是有 無處不在 是有 能力 能力 主要能力 無處不在就是 同在那邊 同在那邊 能力 聖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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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能力是聖過一切的 還有呢 無可限量的 是沒有人能夠阻止的 是能夠粉碎魔鬼的權勢 它的能力 好了 然後呢 恩典 它為我們所做的能力 有甚麼恩典 會我們死 射給我們的罪 這就是射罪的能力 因為我們主要說能力 你要想清楚 射罪的一種能力 不過那種又不同了 我們現在說的能力是怎樣 是令到軟弱的人變剛強 想著做不到事情 可以做到 那種的能力 有甚麼恩典 在這方面 叫我們有力量面對所有困難 是的 在任何困難 阿里雷耶 我們靠著耶穌 我們每個人面對困難不同 但是神都給我們力量去面對 而不懼怕 有信心向前去 有力量的 你都可以這樣形容出來 不只是一句 你現在說也可以這樣 神給我們力量面對一個困難 雖然我們面對不同的困難 可能有些人是職業的困難 但是呢 或者家庭的困難 師父的困難 但是神給我們力量 阿里雷耶 靠著耶穌得性的 阿里雷耶 我們相信神 你將無限的力量給我們 我們就有信心了 向前回答 有信心 我一定會改善 一定會被提升的 因此算不算是那個能力 都可以的 這個其實又是一個範圍 又變成了一個範圍 又可以的 因此的能力 其實你可以的 比如說開能力 你可以說到醫治 然後去到醫治就可以了 不過總之你看一個主題 不要只是一句 你停留一會兒 然後才去別的東西 也都去到 那樣東西 譬如愛 又可以說到射聚 但是你去射聚 又留在射聚一陣 OK 能力還有些什麼 智慧算準 智慧又有另一件事 智慧和能力是不同的 智能 加能加力也有智慧 是的 但是這個通常我們的字眼 你會停留在 這個應該在智慧那裡 因為一個是力量大 一個是頭腦大 思想明白 智慧那方面是有不同的 神的力量 其實你不要想得這麼複雜 你只想著 神的能力來 我接著可以怎樣 這樣回應 這個就是回應 這個就是回應 你回應神 也要停留在能力那裡 神啊 我本軟弱但你剛強 我依靠你 我真的有無限的力量 你就停留在能力那裡 我們都要留意我們自己所說的 不過當你到領的時候 要留意你比較難 要平日做習慣了 你到時想 你會 這種分辨的能力 都是需要學習的 我現在舉了一些例子 能力方面 實在有時候 我們侍奉過的困難 有些人甚至想放棄 但是神給我們力量 我們可以有信心 神可以給我們 話語的能力 給我們聖靈的能力 讓我們能力向前 踏向前 靠著耶穌得性 比如說 面對困難 我們有時候會 煩惱 沒有力量 不想做 想睡覺 沒有力量 但是神會給我們力量 能夠 多難處理的人 我都可以向前祝福祂 我放下煩惱 有這個力量去祝福祂 或者一個教會 有些困難 但是神幫助我們 有信心 有力量 面對這些困難 我們處理現在這個衝擊 在這個衝擊過後 我們仍然能夠集合得穩 這個就是應用 在一些實際的情況 神可以怎樣幫助我們 回應就是 神啊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依靠你的力量 我有信心 我靠著你 就有力量了 其實我都會這樣說 你不能夠做到全 是OK的 不過最主要就是 祈禱的時候 盡量不要只停留 在一個主題一陣子 或者全部都說 多謝耶穌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哈利路耶 耶穌愛我 感謝耶穌 不要只停留這些說話 是有些主題 讓人能夠進入這個範圍 現在我們就嘗試去分組兩個粗練 如果對方開始 不是在用這個方法 去代討 或者不是在宣揚神的恩典 宣揚神的恩典有什麼不同呢 譬如這樣 講起落 當你說 神是充滿起落 在祂裡面就有起落 神同罪就有起落 這樣的時候 人就會起於神 但如果你說 我們放下重大 我們煩惱 我們可以有起落 這樣就變成我們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撐住 譬如說 我們可以有力量 我們可以力量衝破困難 就好像不是跟神有關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出神的聖情去 因典 這樣的時候 人是會更加歡喜的 更加會回應神的 是